本年老刘啊 这一期给大家看一下 见过改装最牛逼的一台混动奥特赛啊 混动奥特赛 最牛叉的啊 看这种啊 是不是跟丰田A奥法有点像啊 瞬间车价上升20万 这个车差不多50万了 但但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 但这款车改的最好的 改的最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中控啊 这个中控改的非常漂亮 我见过这么多改的中控啊 这款车改的最漂亮的 看着看着中控改了啊 太牛了这个东西 不知道他在哪里买的 这是我们一个客户啊不知道在哪里买的 我说后面还有带逆边器的啊 还有220伏的电压刷口 我估计网上没有这玩意儿 这个这个太太太漂亮了 比原装的都漂亮 这个流行性啊 这个这个车改的不错 这是木地板吗 改是改了啊 改了现在亮故障灯了 嗯 应该是跟他改装中网有关系 让那个错到片里 看混动 奥特赛啊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小件一样 就是这款混动呢 维修在外面维修保养要注意什么东西啊 另外你不在4s店啊 外面一般的不是很专业 另外我们都涉及到很多的高压 像我们直流高压的话达到259伏 交流电压的话 可能会超过700伏 所以电压非常的吓人啊 非常的吓人啊 在外面作业的话 不建议大家到外面作业啊 尽量去4s店作业 保养 维修啊 在外面搞的话 万一发生安全事故 就比较麻烦了 还有这款车在外面喷漆啊 喷漆要进烤机房啊 这个对烤机房的温控调节 调节调节的话有要求啊 温度不能超过65度 像这些空调 这是空调压缩机的线啊 空调压缩机啊 他用的润滑油啊 也是跟别的车不一样 也是个特殊的啊 所以说大家在外面保养维修都要注意了 因为这些混动车呢 科技含量比较高 不要搞得到时候 测试搞出问题来 这个最最最喜欢的还是改了这个中控 这中控太帅了 而且他这个连这个木板的颜色跟原厕的都挺配的啊 这中控已经是合红了 而且他很合红 这个这个厉害的 看到没有 它带冰箱啊 这是冰箱哦 智能温度送我一灯 哎呀 这是冰箱啊 难问 这呢 鸡蛋